这是我们刚才建立的物件 当你将滑鼠游标移到物件上的时候 它会显示物件的名称 我们点选的时候 它才算是被选取 你可以在这边去修改物件的名称 这边有一个Name and Color 物件名称与颜色这个卷栏 如果说你要改变它的名称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输入 可以使用中文来命名 但如果说你今天不只是使用3D Max 你会再搭配其他的游戏引擎 或是虚拟实际的程式的时候 这边的名称 还有我们后面会讲到的材质的名称 最好不要用中文 然后后面这个方块 是让你设定它的颜色 不过这个颜色 其实并不是最后着色输出的颜色 因为我们在这边会使用不同的颜色 有时候只是为了要区别物件而已 如果你要设定颜色的话 我们后面会跟各位介绍 Material Editor 材质编辑器 会用这个材质编辑器 来设定物件的真正的材质 我们先把它关闭 接着我们再介绍上面这一排的常用工具 首先我们看到Select Object 我们刚才有跟各位介绍了这个工具 如果要选取物件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 用这个工具来做 老师这边先建立几个不同的物件 我在这边选择Box 我在旁边再建立两个物件 这个Core是做圆锥 用滑鼠拖曳 拉高 决定这个圆锥的高度 点选之后 再看你是要做圆锥 还是要做成漏斗的造型 这个我颜色改一下好了 让它颜色区别一下 我们这边有三个物件 我们这边选择Select Object 选取物件工具 你如果要选取物件的话 可以用点选的 物件在选取的状态 会出现一个圈选框 它是白色的方块 选取之后 你可以删除它 或者是说对它做一些设定 这是选取工具 此外你也可以用 拖曳的方式选取物件 拖曳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边选择不同的形状 像预设是矩形 你可以用拖曳的方式 拉出一个圈选框 在预设情况下 只要你这个圈选框 有碰到物件 放开的时候 它们就会被选取 但是你可以设定 在这边有一个Window Crossing 这个地方按下之后 你必须要完整的选到一个物件 它才会被选取 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这个圈选框 旁边的方块已经完全被圈选到 但是茶壶只有一半 放开之后 茶壶不会被选到 好 再看一次 圈选的时候 我只有茶壶被完整的圈选 方块还有圆锥体 都没有被完整的圈选到 所以这样的话实际上被选取的就只有茶壶 我这边取消 取消的时候就回复成刚才一样的效果 圈选框碰到的就算选取 同样的如果说我们要删除的话也是点选 你可以一次选取多个物件 但是如果我要选左边的方块 跟右边的圆锥要怎么办 因为我这边如果点一个新的物件的话 原本选的物件就变成取消选取的状态了 这时候你可以按着键盘的Ctrl键去加选 加选 好 OK 这是加选 如果说你要拣选的话 如果这个不要选了 加选的话是按Ctrl键 如果要拣选的话是按Alt键 各位可以看一下 当我按Ctrl键的时候 我的滑鼠游标会出现一个加号 但如果说我是按Alt键的时候 滑鼠游标下面会出现一个减号 这个就是拣选 我可以把这两个物件选取之后 按键盘的Delete就可以删除 所以现在画面上只剩下这一个茶壶 我们把这个仕途放大一点好了 快速键是Alt加W 把它放大一点 好 再移下来 如果说你要平移的话 记得我们刚才所教的快速键的操作 就是滑鼠中键按着之后 再拖曳就可以调整它的位置 好 我们接下来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移动旋转以及缩放工具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Select and Move 这三个工具其实都可以当作选取工具使用 好 我们在这边选择移动工具 选取移动工具之后 在画面上就会出现XYZ三个箭头 刚好是红色绿色蓝色 好 那如果说我要让这个茶壶沿着X轴移动的话 我可以将滑鼠游标移到红色的箭头 按着滑鼠拖印 这样可以限制它只在X轴方向移动 绿色是Y轴 蓝色是Z轴 好那此外呢你也可以将滑鼠游标移到两个轴中间的夹角 好这边是一个黄色的方块 你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只会在XY平面上面移动 好不会因为你往上拉 好就往Z轴移动 好OK这是移动工具 当然你也可以在这边来选择XZ平面 或是YZ平面 好只在YZ平面上面移动 好接着我们再看旋转 Select and Rotate 选取这个旋转工具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它还是会出现红色绿色 还有蓝色三个轴 那当你滑鼠游标移到某一个轴的时候呢 它会变成黄色 好就表示你可以沿着这个轴向做旋转 像如果说我现在想要沿着X轴旋转 我将滑鼠游标移到这个地方 可以让它旋转 那旋转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会有一个旋转的角度 对不对 现在是沿着X轴旋转 它有三个数字分别代表XYZ 这是沿着X轴旋转 好我再把它转回来 如果要回到上一个步骤的话 你可以按一下Undo 还原按钮 好再看一次 这一次呢 我要它沿着Z轴旋转 我可以把它转到它的弧嘴呢 朝向我们这个方向 好你要移到这边也可以 好了那如果说我要让它产生一个倒茶的动画的话呢 那我就是要它沿着Y轴 这样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 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可以做动画的 只是动画的部分呢 我们稍后再跟各位讨论 好这是旋转工具的操作 好再来我们看缩放 缩放要选择这一个 Select and Uniform Scale 等比缩放 选取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有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一样可以让你沿着X轴方向缩放 好我们再拉回来 沿着Y轴缩放 好或者是沿着Z轴缩放 好像这样子 其实啊你可能会希望把它回复成原状 那要怎样回复原状呢 当我们在使用这三个工具的时候 你可以按滑鼠右键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 它就会出现一个Transport Type-in的对话框 这个地方呢 像我现在如果是选择 移动工具的话 它会出现它的XYZ轴的坐标位置 所以如果说我这边呢 希望它回到原点的话 我可以在这边输入0 0 0 好那它就回到原来的位置了 好那但是呢 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 它又会改变 其实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用拖曳的方式 精确的设定物件的坐标 好此外呢 这边有一个很快的操作方式 一个技巧可以让你让它回到原来的原点 这边的XYZ 你在这个地方按滑鼠右键 在3DMass的很多对话框里面呢 都有这样的使用的技巧 只要在这边按右键就可以让这个参数回到最小值 通常是0或是1 不一定 好不一定 好那旋转工具也是一样 那显然呢 我们刚才有旋转过了 如果你希望它们能够转回原来的角度的话 我们在这个地方的一样输入 0 0 0 或者是直接按右键右键右键 直接回到原来的位置 好 缩放比例也是如此 这边呢 我们选择uniform scale 缩放工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XYZ 其实都已经有调整过了 像刚才呢 我这边的茶壶的高度 我希望它高一点 我可以这样调 但是如果说你希望它回到原来的比例的话 一样 我们在这边呢 对 这个地方呢 注意看 如果按右键的话呢 变成000就不见了 所以在这种场合 你不能按右键 因为如果要让它回到原来的大小 实际上它的缩放比例应该是100 100 100 好 这个地方例外 缩放的时候呢 你这个地方不能变成000 不然就看不到了 好 OK 这是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 移动 旋转 缩放工具 待会请各位先进行到这个地方 这个transfer type in 对话框如果用不到的话 你可以把它缩小 或是把它关闭就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